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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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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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應該在統計學方面 和李宗盛 我如何去理解這種講法呢? 那這樣嘛 這些多年一魚的一些東西呢 其實你是留給那些做統計學的人 自己的行家內部溝通語言來的 就是你說如果本身你是處理這些數據 去認識這些機率的專家的話 你在那些學術論文上 你是要用這種語言來跟專家之間互相溝通 但是你說到五百年一語 很多時候你如果跟大眾溝通 我是絕對不建議用這些字眼的 但是大家都有些明白到什麼原因 上面有些人很喜歡用這個術語的時候 下面的人明不明都照去跟 也不會理大家明不明就照去用 但是以《科學生資》作為這個科普節目 我是不建議在這些大眾都感受到的天氣事件裡面 是用這些什麼所謂幾多年一語 幾多年一語 我不是說我自己不用 其實我們在《科學生資》有用過這個字眼的 但是當我們講到一些天文事件 比如說那些隕石 有些巨大隕石會墜下來的機率 那你遇到大粒的那些 就不會這麼多年看到一粒的了 小粒的那些就可能年年有 每個月都有 於是你說幾多年一語呢 你用那些天文系統來講 那我們自己都知道天文上的東西 很多時候天文數字天文時間 但是就沒有什麼可以很實際的日常經驗可以去理解到的時候呢 那我們就會相信比較多 去講幾多年一語的大隕石大流星 那講到譬如說有顆大隕石 甚至是小行星級數的東西 跌了下來 毀滅了 令到恐龍滅絕了的 我們都會講到就是 那顆小行星應該是幾多年一語的 但是如果說你說洪水啊 這些暴雨啊 我們盡量避免少用的 因為如果你說五百年一語的時候呢 很容易大眾的解讀就會說 哦 這個是五百年一語 什麼你五百年前見過嗎 難道下一個月要到五百年之後呢 我不會怪大眾為什麼會這樣理解 因為字面上很容易引導人去這樣理解 但是你要明白這個五百年一語啊 十年一語這些呢 其實背後就是講一種統計學上的機率的描述而已 就不要把它直接字面解 我也都不建議官方和大眾溝通的時候 是用這些字眼 是啊 我記得在中國的時候 說給我們 先生告訴我們 其實考試計數呢 最危險的計畫原率的數 頭腦清索呢 就相當之危險的 其實畫原率很難計 汪華原率很多時候呢 就會被它是 圍滑了 很多迷思出現 是啊 我舉了這個反例子 就當解釋了 好了 大家可能都會比較身上最接觸到的還原率呢 就是當你去賭場的時候 是不是 那麼 雖然你說 那個出現遺息的機率 OK 是某個數字這樣 我不說遺息 你只是說一顆息 有六個數字 出一和出六的機會率都是六分之一 那就是說 我可以這麼說的 我摘到六的機率呢 就叫做每六次一遇 是不是 我摘到三個機率 又是每六次一遇 是不是 但是是不是代表你真的摘六次就一定出一個三呢 你去看別人開大小的那些 你就知道了 是不是真的這次開大 下次就開小呢 雖然你說大和小 都是很接近五十五十機率 是不是 但是沒得這樣的嘛 機率這些東西隨時連續開十三局 但是可以發生的 這件事 是不是 就是 千萬不要給那些五百年一遇 來去陰到你 因為我相信呢 連那六次一遇的雜色仔遊戲 都不會陰到你的時候呢 你就不要隨便給那些五百年一遇 這些官方術語來騙你了 是啊 剛才你說的那裡 我記得有一個名字 叫做Mondecado Fallacy 那我不詳細去解釋這件事了 大家有興趣自己穩穩維基百科講這個術語 那剛才我提過 今天有一個都相當之有重要的新聞 也都好像我們現在是獨家的 那這個新聞涉及到那個 杯胎的 人造杯胎的問題 那哪一筆是獨家呢 我們稍後再講 那你首先介紹一下 就是 我們好像之前我們都提過這一類的新聞的 那你由背景開始去講一下 我都不記得太清楚 應該大約三個月前左右 因為我看那個新聞上次講的就是六月的時候 那照計我一看到的新聞的時候 我們就會馬上將它放在科學生資的內容那裡了 那假設真的啦 六月左右的時候啦 那曾經我們報導過一次人工杯胎的最新發展的 那這個發展都是來自譬如英國和以色列都有做類似的研究的 那譬如大家有些就會用到老鼠的杯胎 有些就會用到人的杯胎這樣 但是這裡要小心了 你講到杯胎的時候呢 很多時候就在想 我們是不是找一個人的精子和卵子結合 整個人的杯胎出來 還是找一個老鼠精子和老鼠卵子結合 出一個老鼠杯胎出來呢 那麼這次都不是 最震撼的時候呢 就是我們六月都有提過 就是我們不再需要用到精子和卵子的結合 純粹玩幹細胞 拿你身體的細胞 將它轉化成為幹細胞 再將這些幹細胞砌砌砌砌 變成一個有胚胎結構的一塊東西 六月的時候 我們很強調這塊東西不算一個真正的胚胎 因為由那堆胚胎幹細胞演化出來的那幾種不同的細胞 那個成份不齊 因為如果真真正正你要成為一個完整結構的胚胎 那麼你起碼要有一些細胞出來 是可以發展成為那個 譬如是胎盤的部分 另外有一些就是類似彈簧的那樣的部分 是拿來發展到那個 除了胚胎自己本身 但是以外的其中一些結構 譬如你說羊水的結構 就是你就算看到你整顆受精卵最後出來 你是一定要有 除了胚胎之外 你要有那個連接胚胎和母體的部分 那麼也都有一個包著那個保護胚胎的結構 那麼所以呢 你有 就是很簡單講一下 你說如果最後能夠一個受精卵完整發展成為胚胎 它一定要有些功能分工的 有部分最後變成胚胎 甚至嬰兒 有部分變成磁帶和胎盤 有部分變成那個羊膜 有部分變成裡面那個羊水裡面那堆這樣的結構 那麼少了一味 你都不能夠出一個完整的生命出來 那麼這個還是六月時候的消息 就是說我們將這些幹細胞整成了一個叫做胚胎的模型 但是這個胚胎模型呢 我們是保留了一個嬰兒的部分 就是那個胚胎能夠最後發展嬰兒的部分 但是那個羊的發展成胚胎的部分呢 我們就沒有放下去 我們就說它是一個胚胎模型 而不是一個真真正正的胚胎 這個星期為什麼要再拿這件事情出來講呢 因為我認為有一個更加震撼的消息出來 這個是來自以色列Weisman Institute 它那個最新的研究 它就說它整齊了那幾尾了 就是說它已經叫做是不是很完整呢 這個我自己對於胚胎幹細胞研究 沒有充滿完全完整的認識 但是似乎它們在講的一樣東西 就是說它們已經將能夠去發展成為這個胚胖 和那個羊膜結構的那堆細胞都融匯在一起 就是這個新的胚胎模型會有一個更加完整的成份在裡面 而且它們都將這個胚胎模型 按正常那個由精子和卵子結合的那種胚胎 就不讓它孕育超過14天 因為應該是面對那個道德問題很大的 因為其實在6月的時候已經有人討論到道德問題就是說 我們未來會不會走向一個地步就是不再需要精子和卵子 不再需要借任何人的基因 隨便只不過在其中一個人身上 譬如可能拿在我自己的細胞 來將它變回我的幹細胞 再變回我的胚胎幹細胞 然後甚至出了我的胚胎 就是說由陳志弘生了一個陳志弘的嬰兒出來 而且是不需要經過任何的人工受孕的過程 可能最後就是說你如果沒有人工的子宮的時候 就將它放在一個女性的身體上面 然後等它著床 會不會就是生一個跟陳志弘嬰兒一模一樣的東西出來呢? 其實這個就是很大的道德問題在背後 現在今時今日經歷了以色列這個研究 我就會覺得這個憂慮是不是假的 甚至乎現在這個研究所去未來 希望能夠爭取到可以將那個胚胎 孕育得更加長的時間 甚至乎去到21天 其中一個最大的疑問在這裡 可能台長你也會想問的就是說 究竟這件事跟真真正正的人類胚胎有多接近呢? 那麼那個以色列那邊的研究人員 他很堅決地去嘗試去否認 他說這個不是真正的胚胎 他這個是胚胎模型 這個是一個人工的胚胎模型 他很強調 他是很仔細地調較過成份 盡量近似這個人類的胚胎 但是成功率不是很高 他弄了很多個有兩三個是成功的 但是所以他也都強調他就說不是 identical 不是跟這個現實的胚胎一模一樣 但是我自己就很... 就是我嘗試去找一下他那個科學的根據在哪裡 但是我自己不是很熟悉 也都沒有找到最精確的資料 但是可以感受到一件事情 現在這個科技是比三個月前那個 是更加更加接近一個真正的人類胚胎 大家看到了後面那個就是他們的團隊 就是這個Weisman這間研究院 是一間相當之高端的一個研究院來的 但是我也都奇怪了 就是以色列在這方面好像突然跑了上頭位了 但是我們今天的獨家消息就是這個東西了 那個獨家消息就是我們是之前我們有講過是在劍橋那裡 其實他們已經做了一個類似的實驗 是不是? 是的 那這個我認為比較獨家的東西就是 其實那個消息本身就公佈了出來 但是我們如果能夠將這個消息放在剛剛這次 這個科學新知的新聞那裡看 我就會可能大家會再想到多一些的端倪 這個事情是這樣的 我們是否只是在人的幹細胞層面 嘗試重複人的胚胎模型呢? 做人的胚胎模型有它的學術價值在這裡 就是因為我們更加能夠了解到人的胚胎發展 對於人的一些先天缺陷 我們和一些會不會小產啊 畸形的發展原因呢? 我們可以在更早的時候 透過胚胎模型去了解到過程是怎麼樣的 在這裡對於人的健康和發展是有它的學術價值在這裡 所以為什麼我們這麼多的研究是需要用到那個人的胚胎? 如果我們不想用到真真正正的精子、卵子 去挑戰那個道德底線的時候呢? 去做胚胎模型就是一個很巧妙地避開這些道德問題的其中一個途徑 但是現在我們要憂慮的就是說 究竟這個越來越精準的人類胚胎模型 如果一下子不小心放在一個人類女性的子宮那裡 它會不會真的生出一個嬰兒呢? 現在我們還沒有答案 但是可以藉著另一宗消息 大家去嘗試去評估一下那個影響 這宗消息是這樣的 它不是玩人類幹細胞做人類胚胎模型 而是玩老鼠幹細胞做老鼠胎模型 而且14天就不是它的限制來的了 因為老鼠來說 你是可以任玩的 基本上 那我就隨手去找一下 用Stamp Cell 即是幹細胞技術來做的老鼠胚胎模型 我就一找找到這一篇 其實我覺得是很厲害的研究來的 這個研究裡面是由加州理工學院 和劍橋大學合作的研究 是去年發表的一個研究成果 而且出來的論文也是發表到一個很厲害的期刊 最吸引到我眼球的其中一個東西 就是這個論文的first offer 台長你看不看到這個人名呢? 看到了 我現在進入去了 就是Casey Casey Lau 他馬上展示了很多他的論文出來 Casey是K-A-S-E-Y 接著是Y-C Lau 但是我們不知道他的名字 大家一看應該是來自香港的 香港的 其實那個名字也找到的了 如果你真的找到他的名字 你就找到是香港大學2015-2019年 應該是在理學院畢業的學生 就劉瑞晴 我覺得他後來 現在我覺得他都是非常之出色 因為他拿到香港的Culture Foundation 那個球初獎學金 就去了劍橋那裡讀他的博士學位 現在他應該畢業 也都投身業界去工作 但是看到他這個論文出來的研究 我覺得非常之令人震撼的一個位置在哪裡呢? 就是他作為一個主要的研究員 雖然他有老師帶領他 但是他是下手下腳第一手去做這個研究 就是做這個老鼠幹細胞 去孕育老鼠胚胎模型的這個研究 而且在他這個研究裡面 你會看到那個結果他在說 那個胚胎不只是發展了一堆東西的 而是已經出了那個脊骨的結構 甚至乎有那堆心臟細胞的初形形成了一個有老鼠心跳 老鼠胚胎的心跳在這裡 甚至乎那個腦部結構都出來了 應該在那個abstract那裡有講到這件事 那就是說我自己來說 我都挺傾向相信 如果這一個老鼠的幹細胞胚胎模型 是將它擺進一個正式的老鼠子宮那裡 你說如果能夠出到一個有生命的老鼠出來 我不會覺得驚訝的 最後會不會有什麼K形 古怪發展會不會很容易夭折 我不知道 因為以往就算你說的那些複製羊都有面對這些問題 但是現在似乎我們看到一樣東西就是 這些這樣的由幹細胞做出來的胚胎模型 它們最後似乎引育到一些更加仔細的器官結構 就可能是一個最後一個有真正的生命都不奇怪 那當然在這個研究裡面 它應該沒有將那個老鼠的胚胎 放回去那個老鼠母體那裡生一個老鼠BB出來的 但是從這裡你啟示的就是說 同一套技術用在人身上的時候可以發生什麼事 但是當然人的更加複雜的情況就是 它要更加早就需要有一個子宮來為它提供養份了 你那個人工的環境不可以將它引育得太長時間的 在這裡我會認為原來這個由玩幹細胞去做胚胎模型的技術 就已經第一 挑戰了我們現在 越來越迫近我們的道德那個界限了 第二 我發覺原來我們有香港的尖子 在這裡就參與這麼尖端的研究在這裡 那剛才你說的那個老鼠它們沒有放進那個老鼠 就是這個胚胎沒有放進那個老鼠的母親裡面 技術上是不是是可行的? 如果你問我已經整個好像胚胎那樣的東西 你當它受精論的概念來理解的時候 它應該可以去做一下 如果能夠著藏成功 那接著就在裡面孕育了 其實就會是這樣 那在法律上有沒有限制不准做這件事? 老鼠來說應該沒有 那為什麼要做呢? 那你要正確解到為什麼你要做 那這裡我沒有再留意下去的 因為我就這樣找到這個結果 還有這個研究都是去年發表了的 會不會其實現在基本上已經去做呢? 那科學新聞層面我還沒看到有 但是會不會已經是嘗試去逼近這件事呢? 那就是其中一個技術瓶頸 就是它們要能夠孕育到一個完整 就是它們要確保出來的東西不是畸形 我想都還要有一段距離在這裡 在以色列的研究小組那裡 它就說能夠整成到可以孕育出不停的孕育下一步 能夠成功地去演化下去的那個胚胎模型呢? 它們的成功率不是很高的 它們說下一步的研究就是希望能夠提高成功率 那我猜在老鼠的研究都會面對差不多的問題 所以你怎麼確認到你弄出來的那顆 是肯定是work 不是說放了一堆東西下去最後是一個死胎 或者出來的東西不會是畸形的呢? 我想在這裡我純粹由自己的估計 我想還不是很掌握得到的 我想如果你不掌握好 你強行做就有一點不負責任了在這裡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呢 我看過論文那個排名呢 似乎不是根字母的 我們可不可以理解就是這位來自香港的研究員呢? 他是整個論文的主要的一個研究人員 是的 通常你排得第一呢 就一定是想著把那個貢獻歸給你的了 但是呢 應該就是劉瑞晴博士呢 他做這個研究的時候 應該就是他的博士論文研究來的 所以應該有他的論文導師 和其他的同僚是帶著去做的 所以呢 通常這篇論文那個名的名單裡面 最後排最後的人應該就是他的老師 他的論文老師 多數是 其他人呢 就是可能那個論文老師 其他僱傭回來的博士後研究人員 或者其他的相關研究人員 另外就是可能就是這個論文老師 和其他大學合作的那些partner 那在這個研究裡面 你看那些人名 和他們那些affiliation 就是他們和哪個學院是關連的呢 就有加州理工學院和這個劍橋大學 那他自己就作為在這個研究裡面 最擔正的那個首席的研究生 那所以他的名字就排在第一 那所以我會說呢 在這個研究裡面呢 他是真正正正從頭到尾 跟手下手下腳去做過 那最熟是他的了 我會說 那最後一個問題就是 他就讀這個香港大學的學士學位課程的時候呢 是不是你都在那個學院裡面任教的呢 是啊 真的是 是啊 其實 所以我第一件事情 我自己個人來說很驚訝的 就是會不會我教過去我不知道呢 或者應該但是他這麼聰明應該就不是我教出來的 那應該就是 那你不可以這麼說的 那就是應該有我其他同事是會有教過去的 那一點都不奇怪的 好 那我們因為這節已經太長了 我們盡管我們都很希望有更加多東西 跟大家去探討的 但是我相信要留給我們 在下一次有更再一步的消息 我們再去做這個題目 但是我相信這個為期不久了 不久了 你想一下我們從上次講到 今次只不過隔了三四個月時間而已 我想可能下次都不需要 就是 都是一個以月計的時間 就下一步的update 那你估計如果在那個諾貝爾的獎度 這一類的發言 可不可以講到今年那個論選裡面 那我這樣講 他出了那個論文又不是出到最 就是那種best of the best那種 但是是很厲害的了 就是一定是很厲害的 還有就是那種 帶給人的那種衝擊是很大的 那通常就算是如果要頒給這種的研究呢 都是頒給最原先提出那種創建奠基的人 那你說如果由這個研究 可以再衍生到更加多大的影響 或者是令到別人了解更加多 胚胎孕育的過程 和發展更加多那種療法去幫人的話 那你就會看到那個級數就會是更加高了 那暫時來說還是言之上做 我不會說他不是 但是會不會 原來將來將來的人發覺原來是可以影響這麼深遠呢 那這個就繼續要等待 好 我這次在這裏結束 我們下一次再回來 我們下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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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 呼吱仔 感謝大家一隻支持梁 Abraham祥工作室 節目